有种特殊的斑块一旦出现 预示离一种死亡率排名第五的疾病很近 这个呢叫粗颗粒斑块 那么这个是像棉花团一样的 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能降低40%的患病风险 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 预防这种疾病在营养上需要注意什么呢 尤其是一些能吃出甜味的精致糖 那它会有醋盐的作用 所以我们建议不要过多摄入 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本期养生糖 养生糖献给亲人的爱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糖节目 我是陈赛 开场的时候我先提问一个小问题 这一般要说到斑块这个词的话 您觉得它会长在哪呢 长在血管里边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 应该是长在血管里啊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种特殊的斑块 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它竟然不是长在血管里的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 比方说有稳定的斑块啊 不稳定的斑块啊 危害大的斑块啊 危害相对小的斑块啊 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会引起心梗脑梗这样的急性事件 而今天所说的这种特殊的斑块呢 它所引发的危害甚至比这些还要大 所以这是什么斑块呢 它长在哪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啊 诶 此刻就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了 这显示出来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特殊的斑块 颜色 深褐色 而它的这个质地呢 在前期形成的时候呀 是相对比较软的 但是越往后有可能这个质地它会越加的坚硬 这会儿咱们再猜猜 您觉得这个特殊的斑块 它有可能长在哪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皮肤上 比方说太阳晒啊 它就有时候容易长那个斑 还有就是人岁数大了 老年斑 那不是也是斑块吗 据说如果您的身上出现了这种特殊的斑块 往往意味着您得了一种疾病 而这个疾病在死亡率的排行榜上 它排第五名 想一下 最有可能是什么 我认为这斑块长在大脑里 哦 长在大脑里 所以它您觉得长在大脑的什么样的位置上 皮的里头 肉的外边 长在大脑皮层 对 是吧 对 然后我说它跟一种死亡率排名第五的疾病息息相关 您觉得这个病是 脑流乱啊 这个答案真的对吗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特殊的斑块 它到底是什么 而它容易生长的位置又在哪儿 而那个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 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人医师 王朝东老师 欢迎王主任 王老师您好 欢迎您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弟弟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王老师 开场的时候 这个阿姨们的回答呀 真的是五花八门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特殊的斑块 危害又极大 它到底是什么呢 比方说跟日常大家比较熟悉的 长在血管里的 就是动脉正样硬化的这种斑块 进行对比的话 这个区别是什么 一般的老百姓理解的斑块 都是在血管里的 其实人的身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斑块 它是在神经细胞的外边 或者说在神经细胞的里边 危害很大 因为正常这个细胞的旁边 是非常干净的 当你这个斑块 存在这个地方以后 它会导致细胞的死亡和炎症 导致细胞的这个功能上失 因为它主要是长在我们 管我们的记忆和思维的脑区里面 当它破坏我们的神经细胞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记忆力的下降 然后认知功能的下降 但总的来讲 它和血管里的斑块 是有区别的 血管里的斑块 是比较多油 对 它这个呢不是油 它是蛋白 您所说的蛋白 是大家熟悉的 营养物质蛋白质吗 不是的 它是一种我们医学上的 叫β 电反样蛋白 它是一种特殊的蛋白 所以这种特殊的斑块 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的呢 我们准备了一个道具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王老师 我们现在体板上出现的这些图案 它们代表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 这两个叫神经元 也就是神经的细胞吧 大家比较好理解 看到是它有非常多 像这个 这个根一样的 或者像爪的一样的 这个呢叫突触 就是说我们的脑子 为什么这么好使 为什么有这么思维的能力 是因为这个细胞和这个细胞之间 通过这个突触形成 就是我们的记忆和思维 实际上不在这儿 而是在这儿 在这些联系当中 手牵手的位置 对 是吧 是的 是的 要牵上这个手 然后才有我们的思维能力 是的 才有记忆能力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特殊的斑块 它长什么样 然后它长在哪个位置上 能不能帮我们模拟一下 可以在这儿 它可以长在神经的任何一个位置 对 是的 也可以在这儿 也可以在这儿 这神经细胞的胞体也可以 牵手的位置会有可能 会有会有会有一定有的 这叫突触啊 就是它生出来的突起 然后接触的位置叫突触 嗯 嗯 这些位置它都是可以的 长在不一样的位置上 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的 当然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如果在神经胞体的话 对神经破坏是最快的 突触呢会影响这两个之间的联系 当你整个斑块的时候 实际上你很难说它是在哪一个位置 它有一大团 各个地方都有 好多 哦 就是其实往往这儿出现的时候 这儿也会出现 是的 是吧 这儿出现的时候 这儿也会出现 对 各种 当然有的也有可能有一定的时间顺序性 也可以同时 也可以这个相继出现 所以当他们组团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记忆力啊 我们的思维能力啊 对 就都会垮掉了 对 这些神经细胞呢就会死亡 就是到后期 刚开始可能属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 到后期就会死亡 而且我们知道神经细胞一旦死亡 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 对 和皮肤和我们的其他的细胞不一样 是的 其他细胞死了以后它会长 这个它不会长 最后导致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 认知下降或叫阿尔茨海默症 长在特殊的位置上 然后危害极大 清除起来非常费劲 这就是这种特殊斑块的 它的一些特点 那跟我们熟悉的血管内的 周样硬化的斑块对比的话 在颜色呀材质呀大小上 有什么样的区别 总的来讲这三排呢 是代表不同形状的 不同形状的 这个呢叫粗颗粒斑块 这个认为呢在比较早期其实就有 那么这个是像棉花团一样的 这个斑块 也是就很松 第三种呢是这个实质性的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团 这一团就是斑块 这是这三种不同的类型 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一些 蛋白的这个染色 它会越长越大吗 也会大 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 慢慢肯定是会变大 而且变硬 会多大 最大的能多大 大的话它不会特别的大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对大概是微米级的 比方说我有这个斑块 到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认知功能 障碍这个疾病之间有可能是一个多长的时间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大概最长的可以到20到30年 这个斑块是慢慢慢慢积累 然后到出现了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 通常就要10年以上 那问题来了 刚才你也说了 这叫淀粉样的蛋白的沉积 对 是吧 什么样的原因它沉积形成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造成了这种特殊斑块的形成 原因很复杂 年龄肯定是主要的因素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认知下降不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出现 肯定是随着年龄的老化 老化 老化以后呢 它有很多脑的周围会发生很多变化 这个变化会促进这种异常蛋白的聚集和抱团 这个老化肯定是第一重要的 大家以前没有关注到的就是炎症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炎症是什么 实际上你受到任何的刺激 比如说你摔了一下 这里 磕到地上呢 这个地方就会炎症 那这个炎症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肯定是某一种机制 启动了它这个损害 一损害呢 它的整个炎症就会形成 形成以后 它的抱团就是急剧的 你就越来越强 这个炎症反应跟日常我们老百姓说 比方说我有一些细菌的感染啊 病毒的感染啊 我这个发炎了 是一回事吗 它不是一回事 大家可能我们说的炎症嘛 就是我这个感冒了 病毒感染了 或者说细菌感染了 就是感染性的炎症 实际上我刚才说了 我们的所有的对机体的破坏 都会启动这个炎症反应 实际上炎症最早是一种保护机制 就是说这个地方受伤以后 它会有一系列的炎症细胞禁论 把它这个东西吃掉 来补救和保护我们 但是这个炎症通常 如果说这个机制失去了 它就不是补救了 它就形成一种破坏 认知功能下降呢 它也跟炎症密切相关 明白 就是它跟日常理解的炎症反应的 那个道理其实是有所类似的 但是本质上它不是同一个刺激因素 是的 它不是感染 当然感染可能也起一定的作用 明白 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 今天在现场呢 王主任也带来了三种自我判断的方法 我们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 咱们让主任帮着测一测 咱们其他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跟着学一学 看看您是否已经有特殊的斑块了呢 您离二兹海默症远吗 我们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 咱们上来跟着主任测一测 谁想上来 我们第一排的阿姨吧 掌声欢迎您啊 阿姨 王老师 第一个自测的方法是什么 需要阿姨怎么做 板上有很多数字 你要照着这个顺序 一在哪 二在哪 三在哪 四在哪 然后我们记录您的时间 看看您这个 把所有的数字找完 这个时间有多长 阿姨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计时开始 一 二 三 四 哎呀 看不见语 五 坏了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加油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二十五 太慢了 阿姨自己说太慢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记录的时间 五十一秒 怎么样 王老师 就是说我们正常要达到二十秒 才能是合格的 那快的优秀的是十二秒以内 它是反映的是一个注意力 就是您对数字的这个注意的能力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可以拍照截图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测试吧 对 在家里面咱们自己截屏 然后来测试一下超过二十秒 那有可能您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认知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啊 不是百分之百有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 对 阿姨可能第一个测试太紧张了 有点紧张 是吧 别着急 我们还有第二个测试 这第二个测试特别有意思 我们准备了很多钱 而且呢 他们的面额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十元的 五元的 还有若干张 一元的 然后第二轮的测试呢 我们是要让阿姨在这些不同面值的钱当中进行一个有效的组合 我们要的这个有效组合的答案是13元 您能想出多少种组合呢 计时两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和评判的标准 来三 二 一 一张十块 三张三块 三张一块 两张五块 三张一块 一张五块 八张三块 八张一块 这是凑十三的数 三种解决方案 所以是十四秒的时间 阿姨给出了三种有效的方案 十加三 五加五加三 还有五加八 这个时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王老师 这阿姨已经说出了三种的这个组合方案 实际上还有一种组合方案就是13张一块的 那她的这个在四种里说出了三种 在用的时间14秒 是吧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如果不计时的话 我觉得阿姨那个13张一块的也能说出来是吧 所以这个测试的话 我们是怎么去评判的 只要想出几种解决方案就是合格的 如果在四种方案里面想出三种那是合格的 如果是在只能想出两种或者一种 甚至一种也想不出来的话 那是认知是有风险的 当然这个评判只是一种初步的评判 它也需要结合其他的一些评估的方法来判断 阿姨找回一些信心 第一轮测试是有点不及格的 但是第二轮测试是合格的 第三轮测试又是什么呢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王老师这个测试是怎么玩的 这里面很多东西混杂在一块 看看你能说出几种 第三轮测试就是看我们大屏幕上的图 这个图是将很多不同的物品叠加到了一起 用您的眼力加脑力 我们能看出来多少物品呢 计时两分钟的时间 来三二一 有橡胶有勺子有剪刀 有杯子有圆圈 那个是打乒乓球的吧 是打羽毛球的好像是 那个有个那个 要说说名字 球拍 还有那个那个是表吧 手表手表 钥匙 越来越难 那个是个好像是灯罩那样的 这圆呢直接有个牌像个那个地球椅那个样的 叫什么 地球椅 好像是那个好像是那个灰这个圆灯 它直接拖着上了一个圆 要有明确的名称 要把名字说出来 倒计时15秒 10秒 停 说出了八种是吧 阿姨是答出了八种 基本还是对的 她能说到的 刚才说的剪刀 是吧 香蕉 对 手表 是 杯子 还有勺子 钥匙 特别是那个钥匙能找出来不容易的 灯罩还有 对 还有灯罩 王老师 我们图片当中一共是有多少种物品 一共有十种物品 这个阿姨说出了八种 应该也是挺不错的 阿姨有两个没看出来 一个是蜡烛 一个是T恤 就是衬衫 T恤 如果说出多少种以下 有可能就是有相应的风险的 三个以下就是认知功能 可能有下降 还有对物体的这个叫 我们叫视空间能力 因为它每个物体 它有一个视空间的形象 因为识别不出来 对吧 它都叠加在一起 对 阿姨在这一轮的测试 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不错的 我们给阿姨鼓鼓掌 电视机前的说说阿姨 可以拍照片 在家里面也可以测起来 如果说确实出现了问题 有相应的风险 然后建议大家 及时地到线下进行就医就诊 我们再做相应的一个检查 阿姨 鼓励您更加关注健康 然后认知功能越来越好 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意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希望您越吃越健康阿姨 谢谢 谢谢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自测之外 还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有可能预示着特殊的斑块已然发生 或者是我们距离阿尔兹海默病很近了呢 是不是不同的这个阶段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呀 是的 因为我们说了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通常呢我们会测五个领域 一个是记忆力 一个是执行力 还有呢视空间功能 语言功能和日常的这个行动 或者说日常的表现 比如说记忆力 早期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体会 就是爱忘社 很多社突然就忘了 不像年轻的时候 我们一说就非常的灵敏 一下就想起来 中期呢就是记不全了 您说的这个话我大概记到一半 有没有记全 到晚期呢就是好多刚刚发生的事 或者说已经发生过的事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就忘了 我们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是 患者你刚刚吃过饭 他又回去他又吃饭 还有呢吃过药 过了两分钟他又去吃 那么这种遗忘 它大部分是对近期的遗忘 也就是说他很早以前的事 他能想起来 我问呢你是哪一年上山下乡啊 哪一年到河北农村啊 他能想起来 但是我问他早上你吃了什么 或者说我刚刚给他一个东西 他突然就忘了 这叫近视遗忘 这个是在记忆力方面 那么执行力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经常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穿衣服 我们正常的拿到衣服就会穿 而且会造出这个空间 然后刷牙 吃饭 加菜 这些都是很容易执行的事 但是这些患者呢 有可能他能做一半 能中断 或者完全不会做 在不同的时期 那么视空间功能 最简单的就是迷路 大家知道我们说一个老人出去了 北京的这个天安门 然后我家是往这个这个东边走 还是往西边走 如果你的认知是正常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他就不知道了 就是转向了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视空间 就是说 衣服拿起来穿 他有可能穿反了 当然语言功能呢 也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时候 说话非常利索 是吧 这个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记忆力下降的人 他会出现早持的困难 他一下想不起来 他脑子里有一直转 但是他说不出来 这是一个早持的困难 那更严重的就会中断了 说话说到一半就掐住了 另外日常行为就更多了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动作 但是在出现了不同时期认知下降的时候 他会出现这种日常行动能力的下降 其实是五个方面 但是早期中期和晚期 它是有这种渐去性 渐去性的 逐步更加严重的这样的表现 可能很多家里人 就是如果有亲朋好友有这个病的话 第一反应是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从性情 然后就到思维的能力 都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越早发现 对这个病 其实是越有利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 早于症状十几年 其实有可能 那个特殊的斑块就产生了 那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 有哪些因素 它会影响这个斑块的发生 甚至会影响 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生的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题板 如果我们把人生分为 青少年 中年和老年 三个阶段的话呢 一共有12种 有效的影响因素 而且你看哈 我们都是有百分比数字的 就是这个影响因素 如果控得好的话 我们可以有多少的百分率 远离相应的疾病 选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谁想上来 做一下您的选择 我们展示欢迎第一排的阿姨 欢迎您 开始您的选择 这个是觉得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阿姨可以得多少分 应该是85分吧 85分 大部分还是对的 我们给阿姨送一份精美的奖品 也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压价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我们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阿姨 好的 谢谢 谢谢 咱们去休息一下 谢谢 不同时期 到底应该控制哪些危险因素 有助于降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王老师 其实这个题板 我们要说明的是 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我们要控制好哪些危险因素 才能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和特殊的斑块 对不对 是的 阿尔茨海默症实际上 它是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它其实是可以控制的 我们总的来讲 它可以总的可以降低40% 那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提早来做预防 它是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12个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青年 中年和老年 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 实际上每一种因素 它对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有大有小 这个百分比 就是说你控制好了这个因素 会降低百分之几的这个风险 我们先来更正一下 正确的答案吧 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认知嘛 是跟脑子相关 所以你这个青少年 该学习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读的书特别少 读了五年书 读了二十年书和读三年书 这是有差别的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比例是挺高的 百分之七 如果你的文化程度再提升一点 未来的老年痴呆的风险会下降 在中年里面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的是 听力是排第一位的 为什么听力损伤以后 它的认知会下降呢 因为听力是我们五官 我们的接受信息 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因为你的听力损伤以后 你很多信息接受不到脑子里 明白 所以它这个认知会下降 而且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下降百分之八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年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 第二就是创伤性脑损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车祸 骑着摩托车翻了一个车 所以这个脑损伤要减少 也就是说我们减少车祸 减少跌倒 减少这些损伤 这是百分之三的风险 那么百分之二是高血压 所以高血压这个很重要的 高血压会提升这个认知的下降 另外呢就是酗酒 就是老喝酒的人 大家也能想象 对吧 老喝的脑子不清醒 然后肥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肥胖实际上它会导致血脂高 是吧 高血脂然后导致一些血管的病变 然后使得我们脑部的贡献有问题 那么在老年的时候呢 这个吸烟是排在非常前的位置 因为抽烟一样也会导致血管的破坏 烟和这个酒实际上都是会破坏我们的血管 那么这个百分之四是抑郁 抑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什么叫抑郁呢 就是说你心情很低落 不愿意说话 不愿意跟人交流 什么事情都是很悲观 不跟外界交流 它的认知一定是会下降的 第二呢 抑郁它是在破坏我们的神经 那么独居呢也是一样 独居呢缺乏这个交流者 也就是说你说话没人听 是吧 其实在西方他们很多 比如老人 这个配偶去世以后 他要怎么样来预防呢 他有的会养宠物 养很多宠物 缺乏体育训练呢 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你有体育训练 其实它需要体能的这种活跃状态 同时呢脑子也是在积极的活动 所以缺乏体育运动 那你就是一动不动在家待着 它肯定也是会下降的 退化 对 另外呢就是空气 当然我们到一个空气特别好的地方 你看我们很多东北的 我们很多北方都到这个三亚去 那个空气好 它确实空气好嘛 人的脑子活跃很舒服 当然最后这个是糖尿病 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膏和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 这些呢都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上面的因素 其实都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改变的因素 如果你把这个改变了以后 它能控制40%的风险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稍微强调一点 就是有的人是容易得老年 认知下降的 有一些特别是有的基因的人 它容易出现 那么我如果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那么我怎么改变这个 我能干预的呢 这个表就非常的重要 他就要看到 你看我听力要保护好 对吧 我不要受伤 我要把血压控制好 另外呢 我尽量要保持跟人的这种交流 不要是一个孤独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 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 降低于我们 这个发生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风险 王老师您说 即便是就是天生携带一些 高危的阿尔兹海默病基因的人 如果有效地控制这12种因素 对 它也会大大的降低 也是可以对抗天生宿命的 对的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好面条就吃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 老人一消化 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给您的 好面条 养生堂节目会员俱乐部 推出了慢病改善新方法 专项活动 主要针对的是 心脑血管疾病 关节疼痛 糖尿病排毒去湿等问题 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即可免费领取 慢病改善的新方法和产品一套 养生堂栏目会员俱乐部 养生学堂开课了 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 即可免费学习 我们的营养干预课程 体质调理课程 还有更多养生功法的根链 等你来参加 过去我们会觉得三高 其实跟二字海膜病 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的 发生关联度比较高 但看这个体版的话 高血压2% 肥胖1% 糖尿病1% 他们好像没有特别高 但是这些因素 实际上很多是相互影响的 你比如说 你有肥胖的话 它很容易出现糖尿病 也容易出现高血压 其实它是关联的 它是关联的 它不会孤立地存在 它会叠加上别的因素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有效地控制 12种危险因素 这些非常重要 就像王老师所说的饮食 在这里面的角色 也是重中之重 到底怎么吃 才能有效地远离 二字海膜病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给另外一位专家老师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王主任 谢谢 谢谢 谢谢王老师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好 到底怎么吃 可以有效地预防 特殊肝块的发生 从而远离 二字海膜病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同样来自朝阳医院 营养科的主任 贾凯老师 欢迎贾主任 贾老师 好 先跟我们说说吧 因为吃啊 真的是预防 这种特殊斑块 和这个二字海膜病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什么样的吃法 对这种预防是有效的 我们研究发现啊 有一种饮食结构 对预防二字海膜症啊 特别有效 就是在这个地区 患二字海膜症的人群 就会明显地少 那这个呢 就叫地中海饮食 我们把地中海饮食的 它的一些理念 提炼出来 提出了抗炎饮食 这个概念 那这个是对 二字海膜症的预防有效的 我记得刚才 王主任也说了 其实特殊斑块的发生 第一大影响因素 有可能就是年龄 而第二大原因 其实就在炎症反应上 那什么样的饮食 可以称之为是 抗炎饮食呢 比方说我们来一起 看一下这个体版 我们把日常饮食当中的 常见的三大营养元素 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 然后进行了三大类的罗列 我们准备了不一样的食材 它们是不同的碳水化合物 不同的蛋白质 和不同的脂肪 而不同的它们 意味着有的是抗炎的 有的是醋炎的 有的是中性的 我们先邀请一位 现场的观众上台 来选择一下 咱们再听听 贾老师是怎么说的 谁想上来 我们展示欢迎第一排的小伙子 看看年轻人的营养储备怎么样 跟我们说说你的选择 我感觉抗炎的东西 是对身体比较有益的 有健康的东西 所以是抗炎的 醋炎是感觉是对身体稍微有一点危害性质之类 重性的感觉是对身体危害性一般的 这个理念是对的 就是大众认为健康的食物 往往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通常是抗炎类的食物 一些我们经常说不要吃 或者不要过量吃的食物 往往是对健康有威胁的 可能就是促炎的食物 那到底咱们观众选的是否准确啊 待会还可以再点评一下 我听出来了 理念是对的 答案是不对的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抗炎饮食到底该如何吃呢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养生堂节目会员俱乐部 推出了营养条理慢病专项活动 如果您也受到了便秘 腐泻或者是失眠的困扰 体弱多病的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即可免费领取营养条理的新方案 和25种营养素产品一套 90年专注植物营养 传递健康力量 守护全家健康 本节目由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 安利纽崔来赞助播出 养生堂栏目会员俱乐部养生学堂开课了 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 即可免费学习 我们的营养干预课程 体质调理课程 还有更多养生功法的根链 等你来参加 理念是对的 答案是不对的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咱们先看碳水 那碳水里面呢 比较好的是全骨骨类食物 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 所以它是有抗炎作用的 而相对应的精致碳水呢 精米精面 尤其是一些能吃出甜味的精致糖 那它会有醋炎的作用 所以我们建议不要过多摄入 而鼠类的 比如说我们的土豆啊 山药啊 就是属于中性的 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 明白 所以碳水化合物里面 具有抗炎作用的 是全骨骨类食物 这也是我们抗炎饮食中推荐的主食的一个选择 从蛋白质的成分上来讲呢 没有抗炎或醋炎的作用 但是我们日常摄入蛋白质的途径呢 无非就是肉 蛋 奶 豆 这一种常见的食物 那相对来讲 对于鱼类 因为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有跟它一块摄入的一些有抗炎活性物质 所以我们推荐鱼类 跟它类似的也有大豆 比如说大豆里头也有一些抗炎的成分 那醋炎的呢 就是经过过度加工的 比如说我们的香肠 腊肉 火腿 这些是有醋炎作用的 其他的像禽肉和红肉 就是瘦的猪牛羊肉 对于炎症反应是一个偏中性的作用 但是过量的摄入红肉 也会造成炎症反应增加 所以要分别对待 同样是蛋白质红肉的问题出在哪了呢 它主要里面铁含量比较多 然后对胆布醇的影响也是一个负面的 明白 所以红肉我们建议是可以吃 但不要过量 所以就是蛋白质本身 在抗炎和醋炎上没有区别 但是鱼肉的组合比较好 因为鱼肉还有我们待会儿 要揭秘的另外一种成分 它会有抗炎的作用 那赶紧往后说 好 那脂肪呢 情况就特别复杂了 养生糖推荐健康产品 卤化5S压榨化生油 去除黄去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养生糖栏目会员俱乐部 养生学堂开课了 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 即可免费学习 我们的营养干预课程 体质调理课程 还有更多养生功法的根链 等你来参加 首先我们把这个脂肪 按照结构上来分 它是一个甘油的结构 带着三条链 脂肪酸 那根据脂肪酸的不同呢 决定了它是 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呢 又分为反式脂肪和顺式脂肪 顺式脂肪又分为 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 多不饱和脂肪又分为 奥米格3脂肪酸和奥米格6脂肪酸 所以特别复杂 为了降低难度 我们给这个观众朋友出的题 就是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即使这样呢 观众朋友在选择上 也出现了偏差 首先我们把脂肪 按刚才观众朋友的说法 分为好的和不好的 对 那我们按照一般逻辑来讲呢 好像不饱和的脂肪 或者我们常说的植物油 是好的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 抗炎的这个栏目里头 那醋炎的饱和脂肪 来源于陆地动物 比如说猪油啊 牛油啊 羊油啊 这些富含饱和脂肪的 目前来讲 是有一定的醋炎作用 但是最不好的不是它 反而是它 是不饱和脂肪酸里的 反式脂肪酸 是醋炎作用最明显的 而且对大脑的伤害也最大 对我们的血脂影响 也最恶劣 于是我们把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放在了醋炎因子里面 越是吃起来香香的酥酥的 对 那这个反式脂肪的含量 就要小心了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起酥类的糕点 还有我们经常喝的 丝滑的奶茶 可能都是反式脂肪的 主要来源 对于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 就是反复油炸的食物 也是反式脂肪的一大来源 脂肪纯天然的是吧 我们说控三高身体健康的时候 就会对它有点偏见 这里面竟然还能选出来 能抗炎呢 对 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 都是好的呢 也未见得 我们都给它放到 抗炎的这个控格里了 不饱和脂肪酸 还不一定都是好的 那一会儿咱们听听 贾主人是怎么说的 感谢您的参与 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何瑞达神经酸 高含量神经酸 富含八种营养元素 美国原装进口 是我们养生糖 特别推荐的神经酸 适合中老年人 保持年轻态 何瑞达神经酸 祝您脑健康 人年轻 那我们来 一会儿好好记记这个答案 谢谢 到底如何吃脂肪 有抗炎作用呢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不饱和脂肪酸 还不一定都是好的 不饱和脂肪酸呢 是含有双腱的脂肪酸 那根据双腱的多少 和它的位置 我们把不饱和脂肪 细化成了 单不饱和脂肪酸 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 是以油酸为代表的 一类脂肪酸 那它只含有一个双腱 那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 它是有抗炎作用的 多个双腱的脂肪酸 根据它第一个双腱的位置 分为 奥米格三脂肪酸 和奥米格六脂肪酸 那奥米格三脂肪酸 是抗炎作用 比较强的一种脂肪酸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鱼类有抗炎的作用 因为鱼类富含 奥米格三不饱和脂肪酸 那奥米格六多不饱和脂肪酸 是有促炎作用的 但是炎症反应 在我们身体里头 不是只有坏处 我们要保持 机体的一种平衡 那奥米格三 和奥米格六的平衡 维持了我们身体 正常的免疫功能 不过强也不过弱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食物 对机体的炎症反应 是有影响的 我们只有吃对了 吃得均衡了 才能维持我们一个 健康的身体 那贾老师您在 赶紧教教我们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想要挑 这个抗炎的 单不饱和脂肪酸 油酸的话 应该怎么能够挑到 我们说了 刚才抗炎的脂肪酸里头 奥米格三 多不饱和脂肪酸 主要来源于鱼类 还有我们的一些 亚麻籽 这些植物中 但是正常情况下 含量并不高 不管是奥米格三 多不饱和脂肪酸 还是奥米格六 多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都不建议摄入过多 虽然脂肪中有抗炎成分 但是脂肪的总量 我们一定要控制 一般来讲 我们推荐 通过脂肪提供的能量 不要超过每日能量 总量的30% 在我们日常选择油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 少吃油 吃好油 优质脂肪酸的摄入 对我们维持身体的抗炎 这种反应 是有帮助的 更推荐 使用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比较丰富的油品 就是橄榄油 这一类油品 为什么说它健康 说它好 主要是油酸含量丰富 但是橄榄油 对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 似乎不大友好 不太适用 对 那我们更习惯用什么呢 是花生油 菜籽油 豆油 这种 那我们说 怎么样能提高油酸的含量 让这个油品变得更健康 所以产生的是高油酸的花生油 高油酸的花生油 可能对于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 更为恰当 多高油酸的含量 才是高油酸的花生油 高油酸花生油 是提高了油酸的比例 可以达到75%以上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比方说日常常见的 初期压榨的橄榄油 在市场上 其实它们的油酸含量 是50%到80% 而我们高油酸的花生油 的油酸含量 是超过75%的 可以跟橄榄油 进行媲美的 一款好的脂肪的油 对 所以称它为 东方橄榄油 不过分吧 这个名称还是挺恰当的 刚才我们说了 高油酸花生油 它的油酸含量 可以高达75%以上 完全可以媲美 橄榄油 它就是适合我们 国人习惯的健康好油 可以作为日常的选择 先记住了 东方橄榄油 高油酸花生油 咱再仔细说说 就是它油酸 到底好在哪儿啊 这种脂肪酸 油酸啊 它是一个 单不饱和脂肪酸 因为它有 它的不饱和的这个双腱 它就有一定的抗氧化性 刚才我们说了 其实很多的疾病 尤其是慢性病的发生 是和身体的不断的慢性的 炎症反应相关的 比如说一些糖尿病 肿瘤 包括咱们今天介绍的 这种二次海默 都和炎症反应相关 那这种含有双腱的 单不饱和脂肪酸 是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中和我们身体里面 产生的自由基 有保护我们细胞 抗衰老的作用 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脑细胞 同时呢 这种油酸啊 它是可以改善 我们的血脂水平 就是降低我们说的 坏的胆固醇 就是低密度胆固醇 它是可以降低的 降低总胆固醇 同时呢 保证我们好的胆固醇 就是高密度胆固醇 不下降 这时候更有利于 我们心血管健康 防止出现心梗啊 脑梗啊 这种血栓相关的疾病 第三个呢 这种油酸 还是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 咱们今天讲认知嘛 对我们的认知 记忆力啊 是有帮助的 鉴于油酸的这些特点 在我们学界呢 把它称为安全脂肪酸 在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高油酸的化生油 有可能是我们的 血管的好朋友 和大脑的好朋友 对 油酸竟然有那么多的好处 在生活当中怎么获取呢 主要的来源 还是我们日常的食用油 但是再好的脂肪 其实吃起来的话 这个量还是要注意的 好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 塔尖部分 要求我们每日摄入的脂肪量 25到30克 不要超过30克 那推荐用植物油 尤其是富含油酸的 这个食用油 来替代我们的饱和脂肪 更起到健康吃油的这种效果 那在烹调方式上呢 我们可以用富含油酸的 这个高油酸花生油 来烹调一些鱼类啊 海鲜的这种海产品 不但味道更加鲜美 同时呢 鱼类中富含的 奥米克三脂肪酸 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中的 这个油酸 可以在营养上相得益彰 更有健康好处 选好碳水 选好蛋白质 最重要的是选好健康脂肪 这些对于保护我们的大脑 远离认知功能的障碍 尤其是远离二次海默病 和那种特殊的斑块 都是有助力的 但其实现在天特别冷嘛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大家都很担心啊 这个心脑血管 如何能够预防得病呢 在我们的养生厨房 今天呢 有三个心脑血管的小卫食 一道菜里 这三个小卫食都含油 怎么回事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养生糖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融合国家科技 进步奖 滴滴卤花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卤花 养生厨房 天哪 今天用砂锅做的这个鱼 真的闻着特别的香 它是那种干鲜干鲜的一个状态 一点腥味都没有 好吃没得说呀 刘大厨 我没看出来 您这做的到底是啥鱼啊 这鱼怎么看着跟豆腐似的呀 今天呢 咱们做的那道 叫豆腐香鞠豆腐鱼 这是一个带引号的豆腐鱼 其实呢 这个鱼呢 我们日常啊 经常能见到 也经常会吃 今天我这个鱼啊 给它稍微的变了一下魔法 就让它变的样子呢 大家可能认不出来了 吃得更加的滑嫩鲜甜 到底是什么 一会咱们边做边说哈 看现在不是冬天了吗 这个很多人特容易感冒 咱们身体的这个血管 它也容易感冒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蔡老师 确实啊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啊 调研显示 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发病率 是要高于夏季50%呢 一个是因为啊 这个天气冷 血管容易收缩 再也呢 就是说 一冷啊 大家是不是食欲挺好的 就是爱吃 但是呢 又不想出去活动 所以呢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就容易发生了 所以啊 我给大家今天带来了 三个保护心脑血管 健康的小胃食 到底怎么做 吃什么才合适呢 咱们做起来 我呢 接下来来处理这个 代引号的豆腐鱼啊 也给您带来了 三个小妙招 这鱼呢 处理的又好吃 而且呢 又没有刺 到底是什么鱼呢 是我说的这个代引号的 豆腐鱼 带鱼啊 哎 没错 三步 一烫 一丝 加上一片 只需要三招 去骨又去皮 没错 首先呢 咱们说选取这种新鲜点带鱼 像这个鱼鳍 比较完整 肉质呢 颜色也比较晶莹剔透 咱们第一步啊 先烫 这个表面这个银纸呢 有些人担心的什么呀 吃着有腥味 首先呢 咱们烧一锅 80度左右的水 把鱼啊 搁在里面稍微的烫一烫 它就很容易 把这表面稍微的烫掉 然后呢 咱们再拿这个刀啊 给它简单的刮一刮 哇 很容易吧 哎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刮完以后 表皮是不是特别干净 包括它这个表面的皮啊 都给它刮掉了 是吧 一个是烫 第二是撕 这撕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 上面这排刺去掉 从这个鱼的尾部开始啊 咱们呢 这块不要给它 不要切断 留一个上面的边 然后呢 咱们翻过手来 从这开始 断尾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去撕 就能把它这个背刺 完全撕掉 没错 撕得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三步就是一片 把这鱼肉 两面的一个肉啊 给它片下来 选一边 上面慢慢地片 贴骨片就可能了 贴骨片就行 鱼肉非常的洁白 非常的完整 您先片着这个鱼啊 那我就很好奇了 我们说通过吃 也可以预防 我们的心脑血管感冒 所以这三个小胃 所以它分别是什么呀 我们先揭秘第一个 就是Omega-3 五宝和脂肪酸 大家都知道 这个鱼里面含量 是比较高的 但是大家可能 首先想到的 可能还是三文鱼啊 其实大家不知道啊 带鱼中 这个Omega-3含量 也是不低的 可以帮我们啊 层高咱们好的挡个唇 降低那个坏的挡个唇 这样的话 对血脂的调节 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Omega-3啊 它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管 光滑或裂气啊 把它填平 血管内壁比较光滑 弹性也比较好 血流更通胀 这样也就预防了 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想要我们的心脑血管 不感冒的话 Omega-3的补充 非常重要 明日常多吃点 大家都特别熟悉的 经济实惠的带鱼 因为咱们这个带鱼 那是完全就是净肉了 不见已经切太小块 所以咱们拿手呢 当做一个尺子 四指宽 往那一凉 你看 每一段肉都是四指宽 这样呢 它吃的什么呀 相对来说就比较过瘾了 咱们稍微地拿那个 淡盐水给它洗一洗 也是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剔好的这个鱼肉片呢 放进来 稍微地加一点点的盐 稍微地加点料酒 这样呢 也可有助于去腥增香 今天刘大厨选择的 就是自然香的料酒 它是用陈面的黄酒 作为酒鸡 然后加入了 18种道地的香腥料 酿造而成的 所以去腥提香 这个料酒真的是好的选择 浸泡大概有两分钟就行 因为这带鱼呢 本身呢也比较新鲜 也不需要过多地去腌制 因为咱们今天吃呢 主要是吃一个鲜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今天做一个 豆香鞠豆腐鱼 那么这个豆香 怎么回事呢 教大家做一个豆瓣酱 今天呢 我这个豆瓣酱是自制的 主要呢 就是一个又香 又能吃的那种颗粒 而且还没有那么咸 越嚼越香 豆瓣酱呢 首先呢 肯定要用有黄豆 用有黄豆 那么但是今天呢 我这个黄豆 跟别人那个黄豆还不一样 我这个呢 煮的时候啊 搁了八角 花椒跟香叶 搁了这三样东西煮完以后呢 这个豆腥味一点都没有了 而且呢 里面的豆香味失足 包括最后炒完酱以后 吃的时候 还能吃到里面的 花椒 八角跟香叶的清香 这就是我的米罩的第一步 就是这个豆腐呢 我们视线啊 先拿那个正常的水线 泡上一晚上 八角 花椒跟香叶煮呢 大概煮个四十分钟到一小时 稍微拿手一摁 就能摁碎了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我就是拿刀 给它稍微的压里压 给它压成那种 半粒的小豆瓣吧 好 咱们呀 起锅烧油 做好菜用好油吗 今天我们做好的黄豆酱 也得用点好油 刘大叔选择的是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的含量特别高 它可以达到75%以上 这个油酸越多 我们抗氧化的效果越好 那我们的健康也越多 最主要的一点是 它还特别的香 也是我们养生糖 特别推荐的一个好油了 要养香啊 这个必须得搁点多搁点葱 我们相当于就是 炼了一个葱油 小火慢慢地去炼 葱香味有了以后呢 把咱们刚才这个 准备好的一个豆瓣下锅 把这个豆的香味 给它煎出来 把它过多的水汽煎掉 也就是说两面 微微地焦黄的时候 要两三分钟 那您先炒着这个香道 我这边就想知道了 除了Omega酸 是我们心脑血管的 这个胃食之外 还有两个胃食 它们又是什么呀 夏老师 就是Omega6和Omega9 不饱和脂肪酸了 刚才咱说到这个油酸 它其实就是一种 Omega9的不饱和脂肪酸 那我们先来说说 这个Omega9的优点 Omega9的不饱和脂肪酸 也叫一个安全的脂肪酸 第一个优点 降低胆油醇 同时它还能升高好的脑椎 降低那个坏的脑椎 从而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 那第二个是什么呀 它是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那第三个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同时它还可以增加我们血管的弹性 提高我们血流的一个通畅性 这样的话预防了我们冠状动脉硬化的发生 Omega9在日常生活当中 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就是油酸嘛 刘大叔选择的今天卤花的高油酸的花生油 它的油酸含量是达到了75%以上的 还有一个美育 就被称作是我们东方的橄榄油 比方说市场上我们常见的初级压榨的橄榄油 它的油酸含量是50%到80% 而高油酸的花生油 它的油酸含量已经达到了75%以上 所以这绝对是健康之选 赛赛 刚才我听你说这么多我扛你 你说 为什么说这个橄榄油只适合用于凉拌 你这真难捕到我 那你说说 因为这个橄榄油它不太适合于加肉 所以在家里面咱们煎炒烹炸的时候 就不太适合用橄榄油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好的选择 就是我们高油酸的一个花生油 因为高油酸的花生油 它这个烟点它在160度到200度之间 最高可以达到280度 煎炒烹炸这一系列的中国人的烹饪习惯 咱们选高油酸的花生油 它就更合适了 咱们今天这锅菜吧 就是Omega3还有Omega9已经都有了 这Omega6它又好在哪呢 等到这锅菜出锅的时候咱们再说 养生厨房食养俱乐部已经成立了 想要体质调理 丝高调理 营养调理的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通讯录 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吧 现在豆腔味非常足了 而且葱腔味也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入两种酱 一种是放入咱们的什么黄豆酱 原本那个酱它没有那么多香味 而且里面也没有吃到那种颗粒的感觉 然后提现豆瓣酱 跟咱们这种黄豆酱的发酵工具都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北方的一个南方的 所以今天咱们混成一块 南北都试用 颜色也好看了 香味也足了 稍微来点料酒 咱们这个时候酱下锅以后 再熬煮个三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说到这个用油 再好的油 咱们也要控制一下用量 因为咱们中国军民擅心是难 可是说了 咱们一天的用油量控制在25到30克 是比较合适的 汤匙一勺一般是5克油 那咱们一天控制在5到6勺这个油 就很合适了 好了 咱这酱也都差不多了 这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酱咱们一般装到盒里出冰箱 随时吃 随时用 咱们的豆腐鱼最后一步焗了 稍微来点油 姜 蒜 大葱 小根葱比较常见 咱们直接就下锅 微微留点焦边的香味也出来了 鱼也就先下锅了 冬姜蒜咱们给它铺平 铺平以后直接把鱼放到咱们的上 一天熬好的一个酱 直接就放到咱们的鱼身上 好的 咱们盖上盖 裁脚焗焗 中火大概焗个两分钟左右 这样里面基本是熟了 热气腾腾的我们的沙宝豆腐鱼 这里面不仅有Omega-3还有Omega-9问题来了 这个三位市之一的Omega-6它好在哪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氏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扩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Omega-6它和Omega-3 如果按照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摄入 可以更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健康 那Omega-9在其中起到了一个促进它们两个吸收的作用 那么可以让我们的血脂代谢更加健康 所以其实Omega-6大家一般来说的话 它不会特别缺是吧 Omega-6其实广泛存在于咱们这些食物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补充的是Omega-3还有Omega-9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好油 然后多吃一点我们的深海鱼 这样的良好的饮食方式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在冬天里我们的心脑血管感冒了 时间差不多到了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出锅撒上咱们的绿葱段 跟咱们的小米椒就可以上菜 最后的香腥料一撒 然后上锅在桌上的时候还是噼里啪啦的一半 哎呀太好吃了 好 好 好